Hello,大家好,种花养花,欢迎订阅老河的频道 听闻Hondipod裸根苗上市了,看看吧 哇,飘香盆很漂亮 仙客来,全面上市 这是沙漠玫瑰,烘烈泡也有卖 嗯,这些是沙漠玫瑰,这些是鸡蛋花 这颜色不好看 我说吧,星期五下午来有各种各样的好的东西 它上新货了,我们去看看裸根苗 今天要好好说一下裸根苗 看看和我们家一样品种的 9块9毛8,红色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红色的品种 种出来的效果,剪过去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这个是我们家春天开花的效果 此花没有名字 即便是现在烘烈泡也没有标名字 9块9毛8的品种里面好像都是没有标名字的 开花效果很好,然后抗病性,它的叶子抗病性非常好 有一点点白粉会感染,但是那个是因为边上如果有很严重的白粉病的植株 会有一点点传染,但是完全不要紧,它自己都会恢复的 也不用打药,不用怎么管理 肥水充足,一插接一插的开,现在还在开 大家在挑裸根苗的时候怎么挑呢?就是尽量不要挑这种一边的 尽量选这种,选这种均衡一点的,插开,像鸡爪一样 然后选,这种苗都是很好的苗 就是你看这个老庄也是木质化,还没有完全木质化 但是粗又够粗,绿色部分又够健康够粗的 牙点看,这些都是牙点 这些蜡不用管,拿回家种就行 像这种呢,这一棵还行,但是这个地方要剪掉拿回家 斜尸时候都剪一刀 这个是品种关系,你看黄色的,比较弱,普遍 然后裸根苗呢,它只拍了一些花的那个样子啊 你看不到它叶的样子 所以有些裸根苗可能是抗病性怎么样 还有带商榷的,种果才知道 这一款,这两款可能我们家都有的 种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把它修成棒棒糖了 然后夏天太阳晒了以后,凋谢的比较快 但是一茶接一茶 这个是那个,红双喜吧 写的就是红双喜 价格涨了,以前都是一样的,五块九毛八 现在有十二块九毛八 大家看,这是我们家红双喜种出来夏天 正夏时候的效果 红双喜这个品种就是春花夏花 基本上颜色和形状上不会有任何变化 都非常好,完美堪称 但是在潮湿的地区,底下的叶子最好是白掉 容易黑斑 在加州中完全无油 也不用担心黑斑 所以白粉,白粉好像没得过我们家 不会得的 我们家这两颗红双喜都是红双泡买的 当时还没涨价 当时红双喜也只要九块九毛八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红双喜 因为当时没有标注名字 不错啊,红双喜这个品种还是划算的 十二块九毛八 这个季节是最划算的季节 能够买裸根苗 别看它这个罐子里一吨子土 这种裸根苗就挖出来 上面讲了,下面的根也断了 其实根系也不多的 然后这个土呢,其实是保湿用的 里面其实没多少须根的 打开以后一拎就散了这个土 但是放心,这种裸根苗拿回家种 都可以种得很好的 这一坎原来叫伊丽莎白女王 抗病性各方面中等 中等是什么意思 就是边上如果没有白粉冰啊 各方面的病原体 它自己不太会生的 但是如果边上有,它容易传染的 黑斑,加州都还好 然后开花性是非常好的 修剪完一查,修剪完一查 整个夏天不休眠,水肥充足一查接一查 大家请看,这颗就是伊丽莎白女王 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啊,现在终于知道了 以前没有标注,现在涨价了一点 然后标了名字,可能是付了版权费了吧 然后开花性确实非常好 只要做好花后,修剪肥水充足,阳光充足 连续的一查接一查,全年开花 除了冬季休眠的时候啊 空气泡的这些品种都是特别能开的 经典品种很多都是 买红色的绝对也不会有错 红色的是所有月季里面 基本上都是抗平性最好的 黄色的呢,就另当别论 黄色的有一些抗平性很差 当然也不是绝对啊,好的也有 这棵爬藤的没写品种 但我看的怎么像是那个 奥斯丁的 黄金庆典 那不是减漏了吗 2米5到4米5 这个大坦本 这个没红色坦本是吧 也没有写品种 9块9毛8的都没写品种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品种 好像也不错,是个大坦本 这些苗呢,裸根苗呢,放心买 怎么种呢,就是千万不要埋肥 裸根苗一旦埋了肥,就没有回旋的余地的 还不像夏天那种,带根带土,整墩子种 埋了肥,烧根了,外围烧死了 感觉苗萎靡不正了,还能挖出来,还能救 裸根苗因为它没有毛细根了,已经全断了 冬天本身也是收缩了 这个时候种下如果烧苗了 长出来的全烧死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周旋的余地 这个是不是我们家那款 这款我回家搜一下啊 屁,叫什么 这款就是刚才那个裸根苗 这个是看有点颜色不一样 是因为夏花 夏花和春花有点不一样的 春花有点偏黄 它是大名鼎鼎的美洋公司的和平 非常棒的品种 所以有些人说种裸根苗很难种 其实不难种的 家里什么土挖个坑埋下去种下 该浇水浇水都能种活的 难种是因为你肥了烧根以后比较难救 然后我再说一下种裸根苗呢 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种下,你别管它是蒙发还是不蒙发 蒙发了就正常给水 不要紧的 如果不蒙发也不要紧的 也别干着 然后呢就是之前很多人问我 什么时候移栽移苗好 那么其实就是 你看裸根苗的状态就是断根断枝 就是这种短短的一吨子 那其实你们移栽的时候 这个季节去移栽也就比较安全 也可以断一些根 种茧,茧到这个程度 都是没问题的 就不会影响到它的生长 这种裸根苗长出来春天都是能爆化的 然后寒冷地区冬茧就是也是茧到这个程度 超级寒冷地区啊 就加拿大多人多这些地方 东间捡到这个程度 当然它你看这个 这个程度是取决于 它下面这个还是轻的 还没有完全木质化的啊 如果这下面都是木质化的 那往上推,往上顺推 也差不多捡到轻的这个位置 今年裸根苗啊 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 稍贵的那个品种都标注了那个 标注了名字 当然便宜的9块的 9毛8的品种里面 也有简陋的好品种 裸根苗就是 买月级种月级最划算最好的季节 大家不要错过 然后就是当裸根苗卖到初夏 都剩尾货的时候 不要贪便宜去捡肉 那个时候就很难种了 因为像这个时候的苗 如果放到初夏还没销售完 它的消耗太大了 它的整个过程维持这么好几个月 它的消耗太大以后 你很难种出很好的效果 即便能救活需要的时间 成本 还是直接买健康苗比较好 那这个时节就是最好的苗 要买就要趁早 只有在冬天和初春才有裸根苗 其他季节 裸根苗很难种活的 其他季节裸根苗很难种活的 你说我们会比较好 你说我们会比较好 还有这些人 这些人 似乱